它就進入到形上 所以我們的文化當中常常就會有什麼 有表面的世俗 然後世俗的再上一層是什麼意思 然後再上一層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們很長的時間 我們已經忽略了我們的文化當中 種種不同層面的環境 這就是我們下面六講的講的內容 那各位當然就有這些資料 那其中跟氣直接有關係的 在第二講 下一次我們就會講 然後跟最後一個天文就對了 氣來了以後 氣怎麼練 練了以後會有什麼東西 哪些東西是該做的意思 所以開始大家一念 剛剛還記得我剛剛講到家的氣候嗎 第一件事情你就要注意 你的生命也非常重要 而我們所有的人 因為現在的社會非常忙碌 常常忙到沒命沒錢 每天回來就是拋在床上就算了 可是如果你看一下現在的健康知識 你就會發現 當你在那邊日夜超的時候 早就種下病因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身體的體能 它有一個靈界點 能夠支撐我們 這個靈界點在很小的時候 在很小的時候 大概十歲以前是培養的 那這一個過程 培養的過程 按照中醫是可以提高的 它可以提高 西醫裡面沒有什麼需要 然後呢 發育到了中年這一段 在五十歲以前 是你體力最好 所以每一個人 大家會探情 對不對 拚死了 拚死了 等到你開始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體能下來 這當中你可能受了傷 沒有好好修養 你也不可以 你也不可以 對不對 有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生病的去看醫生 在早期 被抗生素還沒概念 醫生一開抗生素 吃兩天 好了 其他藥就堵掉了 不要吃了 可是現在各位就知道了 抗生素一吃都吃都 要吃齊 那你吃了兩天不吃了 你以為你病好了 好了嗎 沒有啦 因為你體能能要好 靠過去 等到你到了五十歲 有一天身體不行的時候 都都鬧出來 那該怎麼辦 體能越不好 越不能餓 我跟你講 嚴老師教的功能 可以慢慢的 那些東西不好做 讓你虛擬起來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就要開啟 趕快來鍛鍊你的身體 五十歲以後 這邊有很多人都在這邊 編輯 那你就想說我要煉氣 如果我對這些東西很在乎 我的生命 原來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我們的平均生命 這個是 我為了方便而起 其實現在有一個新的盤頭 是一年前才做完的 可是因為那個錶 我一直抓抓 抓不下來 但是因為它這個數字 還滿接近的 我就少用 那就暫時用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平均一命 所謂的平均一命 也是 零歲生出來 我們平均的歲數 在七大都市裡面 在台灣地區 我們現在是75歲 然後呢 在六千四十五七十三歲 差不多要兩歲 75歲 我們的社會 現在規定是65歲退屈 所以65歲退屈 75歲整大 各位給你一分鐘 然後 回想一下 十年前你的生活 那個景況 五年前 甚至你可以回想 大學 還有跟那些同學 一起 多快樂的時光 一個人 那些同學 你想讓你上一次快樂的生日 當你65歲退屈 十年以後你退 所以 各位 各位 時間非常緊 時間非常緊 一轉眼快樂的日子 所以 什麼叫做科學 我們就是要會 引用社會的 科學體系 所以你們就開始想 我現在也不在 包括我還不可以比 我真的要 天天跟我那些客戶 這樣子吵架 我在我的職場上 要這樣子 跟人家勾心鬥槍 所以各位 你可以就開始想 這對我們 多麼重要 那台灣地區不是壞的地方 各位看 跟全世界來比 中華民國是75歲 日本也高了 77 78 西加坡也高了 美國只有74歲 但是差不多 所以我們幾乎跟先進國家不會查 台北 可是你們看看南非多少 2001年才65歲 南非只有46歲 可失明 所以我們的社會條件 所以我們的社會條件 筆上跟得上 筆下 是錯作的事 因此各位如果說 在這種情形 要把你的身體 保養好 那是絕對辦得到的事 那台灣這種環境的變遷各位可以看 民國五十年的時候 你猜多少 你猜多少 六十二歲而已 我們要花了 我們要花了十五年 八十年 才走到七十二歲 現在是幾 所以你可以想說 在民國五十年的時候 那對不起喔 很多人是活不到六十五歲 這說明什麼 我們整個社會的環境 衛生 各種 地藥衛生 各種種種的 對我們的壽命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大家不要把它搞爛 我覺得 我覺得全台灣現在 如果用職業來分類 最爛的就是搞政治 但是 生命在增加 在台灣我們 因為 我們大家集體的能力 生命的能力 卻要遇到病毒 你不要以為說 喔 我這個 還有十年 看這一句 在台灣老年人 私能臥床的時間 七點三年 你要是一退休開始臥床 找你 那麽多人家 這個數字非常驚人 各位 2014年的數據 百分之七十六的老人 有疾病 四個就有三個 我今年年頭 跟我的同學 大學同學見面 一半的人都是一把藥 我今年六十六 一半的同學一把藥 幾乎沒有一個 那裡面幾乎沒有一個 不是吃心臟 就是吃高心臟 然後有人就吃 那個糖藥病 糖藥病的有很多 長生幾歲 幾歲啊 我今年六十二 六十三了啦 六十三歲了 他比我清楚 偷一歲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數字 非常苦 當然這個數字裡面用的 所謂老人是指六十五歲以上 我六十三歲啊 再兩年也是進入這個範圍 所以你就看到一堆人啊 然後呢我們 有兩百四十萬六十五歲 在用處方先的 而且都是慢性病的處方先 高達七百億 所以 這一些人裡面 有很多 就會進入像這種情況 所以你們現在在想 喔 退休過十年 喔唷 十年幾歲了 十年幾歲了 啊各位 喔 有人都親你 多可怕 怎麼能不運動啊 對不對 然後你再看 大致健康 這個有人慢性病 但是還算健康 占79 那麼80% 需要人家照顧的又是 五分之一啊 你健康但是需要人家照顧 欸各位 你們有沒有想過 一個人 我去老人醫院 安養一個人去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老公 躺在那裡 我們現在社會 有一天到晚 我要勞工權益 好 我問你 一個老人如果躺在床上 就問你 所有周邊的人都說 我要勞工權益 按照我們現在的工作 八個小時要一趟 一天二十四小時 三班 我就說三班 就要三班 那沒有啊 夜間部 夜間部那一班 一班算兩班啊 夜班是兩個班嘛 所以是四個班啊 如果你要完全符合人道 說喔來的人我都給他公司 給他那個 我們不要虐待外勞 那你一個人要餓死的人 要餓死的人 那不是一個人要餓死的人 那如果你的收入只是正好夠你一個人用 各位 你如果再活十年 你意思就是前面有十年 你賺的錢全部在那十年 是多大的壓力 所以要運動 身體要健康 身體要健康 剛剛一開始就講 各位都是有問題的 你們早早就知道要運動 像我的話 我為人為提早退休 各位你們知道我有多嚴重 我到退休 我講了 我退休兩次 第二次退休那一次 決定要退休 是有一天 開車開到清水 我要到學校去 然後 因為我有一個產學會 我就要看文件 然後我就在那個車上把文件拿出來 一看 好像在又望眼鏡看 一片黑只有一個圈圈 亮的 幸好我有醫學姿勢 一看我的眼睛中風 快點 15分鐘 一個鐘頭 好不容易慢慢飛 再下一個禮拜 又是到清水 清水就要做不好 我下去上洗手間 進去洗手間 對下去爬不起來 在裡面爬不爬不爬 我就是不知道要運動 因為我太忙了 以前我們師兄 我們一起運動 但是一忙了以後 什麼運動都忘掉了 天天都在那邊操 24小時操 所以各位 你知道要來運動 但是有不對 所以 這個就是你來練這個東西 需要面對的 現實 現實 現代的社會 所以歲月長在什麼 不知不覺 剛開始可以這樣 然後接著就需要這樣 有人 再下去怎麼樣 有人推 再下去就有人顧 為什麼不這樣 對不對 為什麼不這樣 所以年紀大的人 年紀大了以後 開始呼呼 醫生就告訴我們 平衡訓練 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三分 百分之三十一年內 跌破 所以平衡 那跌倒的老人 二分之一會再跌倒 八十歲以上 到達百分之五十 十到十五的人 一起補充 最後 最後 能完全回顧的 只有什麼 就是我們的 醫院統計資料 我們現在 幾乎台灣的分立醫院 全部都是零線 所以他們有一些 是專門做 醫療資訊的證明 跟那個 預防醫學有關 所以各位 這些就是你們 要知道的 你說 我走到這個年齡 剛剛給你看一個表 五十歲下去 體力就下去 接著就是這些問題 所以能不注重 不注重保養 能不注重運動 所以先不要講說得氣 至少來運動 就對你很重要 又很現實 對不對 所以人的肌力 在四十五歲就減弱了 然後呢 爆發力下降就很快 六十五歲到八十歲 平均年齡 平均的肌力下降一到二 可是能爆發力是相當小 我告訴你 給你看另外一個數字 你才會怕 這個先不要講 運動的好處 我剛剛已經 光看負面 你就知道正面 這是西方做的 2011 12還13 我們自然科學裡面講 這個生命科學講 用盡退卻 我們的肌肉 我們的身體裡面 有一個專門管罩 你的肌肉不用 他就把你的肌肉拆走 你用他就 真的嗎 慢慢給你補充 拆很快 補充很慢 所以呢 你們就可以看到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我們肌肉的質量 在我們全身的損失 隨著年齡越下降 他的損失會快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什麼 他的血癒 所以意思就是 50歲以前的肌肉 你因為年紀大了 你說他自動的退化 肌肉減少 肌肉減少的意思就是怎麼樣 就是你活動越來越不方便 對不對 你掃大腿你就走不動 掃手你就拿不動 所以年齡越大 他肌肉的損失越快 然後呢 醫生就做了這麼一回事 他說一個年輕人 大概20歲出頭 如果骨頭疊斷了 然後就臥床不動 每一星期他的損失肌肉 就損失了 這位年紀大 60歲 這個可以找到60歲 60歲的人損失多少 11到12% 也就是說 平平是倒的 年輕人 老年人損失肌肉減少的肌肉 比他年輕人要快一倍 所以你就看到老年人每摔一次 他的體能狀態就降一次 他的活動力就會下降 到一個人 所以你不運動嗎 我們這裡面那個小老闆 這很磕的 你運動他還增加得很少 你不運動他猜得很快 裡面有一個會計師 所以這一個就是一個告訴人家說年長者 你一定要 要不然就是不要動 要不然就是要維持運動 所以維持運動需要很多 你吃東西 這個時候不是在講好吃 身體需要什麼 這個數字我不需要多講 這個就是國民健康 推薦的每一天該吃什麼 這個在電腦上都會找得到 或者是你們的資料 或者是在衛生部 你們都可以找到同樣類似的資料 你如果下一次有去醫院檢查 你可以跟他們要這個資料 都會有 我今天不細講這個東西 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每一天飲食要做什麼 切記現在來已經不是吃什麼好東西了 已經吃了肯定了 所以這個我今天也不講 那麼過去的 我們這個長一輩的人 我的父母親 還有養兒環老 養兒環老 講錯了 口音不對 養兒環老 現在各位觀念同學 你們都可以看到 貴子女光對著你的學生 為什麼子女太少 另外一個 這是很現實的 像我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我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我的學弟去去找工作 廠商第一個問題 你要不要跑大陸 你要不要跑東南亞 跑大陸 跑東南亞 加緊 你如果不跑 我們晚一點再通知 等候通知 台灣是沒有辦法 沒有自己的工業 沒有自己的產業 沒有自己的那個 我們的企業都必須靠外面 所以廠商招一個人 你就一定要跑 所以你的子女很多都會 經常有能力的人就是要跑 離家離鄉 現在被你藏到 你不能期望子女跟你同住 子女不能同住怎麼辦 就靠自己來 對不對 你看 現在的人在2014年調查的時候 如果生活無法自己願意入境 老人照顧人 現在已經高達70%了 沒有去要去哪裡 對不對 沒有去要去哪裡 但是這些都是很不得已 你如果運動自己能運動 為什麼不夠 自己可以料理會能不料理 然後更重要的 欸 各位都是中刀氣動 好朋友在一起 心情大陸 要有朋友圈 不是靠子女 不是靠子女 跟這個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再看看 長壽的三大分件 大概是在 20... 20年809年做的一個計畫 2011幾吧 因為他這個做了一個非常長的 他從1940年 這個計畫1940年就開始做 然後每兩年訪問 被訪問的人 那這些人都願意打 他一共做了80年 所以大概是在2011幾 我忘記是哪一年 做出來的結果 然後這 一共有200多位被 被研究的人 得到的結論是 第一個 長壽的病毒因素 是快樂的病毒 我剛剛就講 你要有好夥伴 所以最好的夥伴就是自己身邊 快樂的病毒 31名單身漢 超過70歲 只剩下4年 其他的 我剛剛不是講嘛 200多位 其他的 有良好婚姻關係的人 有三分之一 我們做得超過幾年 對 良好婚姻是 長壽的 當然心情也有 第二個是 好啦 你如果是單身漢 然後你的婚姻也結束了 怎麼樣 而你又不在 養一條狗 養一條狗 外國人 像那個英國人 他們就去大量去找那些養狗的人 然後去做測試 他們得到一個結論 所以 狗使我們改善 養一條狗 養一條狗 然後呢 幫助生命的人 從疾病中 那狗的主人血壓跟長在討論 其實你在想想 外國的子女 本來就是 比我們更早就離開家了 很多人都不在家 所以在家裡一個人 如果不一樣 狗 你就是在家裡的一個人 另外有兒子 還有兒子 所以你有一個心理上的依托 所以在家有個依托 在外要有很多依托 要有很多保養 所以你要不就是有 大學同學小學同學出動 要不就是 大家一起互相 還學點系統 所以參與社長的活動非常重要 所以這些結果告訴我們 經常保持正向肯定的情緒 才是我們生活非常重要的問題 另外一個常常碰到現在 現在的問題就是獅子 獅子 各位看 你看到這一句話 你就會有點緊張 阿茲海默症呢 被檢測出來之前 這個病因是在二次人面前 就已經回來了 所以你如果不希望阿茲海默症發作 就是盡量的不要 健康你的生活 不要讓它發作 病因已經撞下去 就在那邊看它什麼時候發作 但是醫生告訴我們 現在統計資料告訴我們 有四個辦法可以 要做 所以各位都要努力的去做 一個是心智活動 坐在那邊看電腦看電視 是沒有心智活動 你並沒有在動腦筋 所謂的心智活動是你要動腦筋 你要讓你的老細胞 跟你的手上的 muscle 一樣在 construction 你要讓你的 brain 裡面的 neuron cell 神經細胞會動 所以要有心智活動 所以你看 什麼叫做什麼 你要去拼步 女生 速度也可以 填字遊戲 目攻 因為目攻你要 你要眼睛要看 東西要接得住 所以編織會很重要 所有需要動腦的活動 就是心智活動 不要坐在那邊看著電視 看著人家在那邊罵 1.1億都沒有 再來就是體能活動 所以各位現在都在做什麼 那是什麼 有氧活動 對 大好 不管你是健手飯好 游泳不到 身體越健康 血液循環越好 你的腦越不會出力 然後再來就是紓壓 紓壓我看這邊 大概有一半 跟我差不多 大概退休了 另外一半大概還在工作 工作的人壓力又很大 其實呢 退休的人壓力也很大 那張大哥 你在做什麼 所以 紓壓很重要 紓壓 不管你是怎麼樣的 你都要讓 紓壓在這個地方講的一個是 讓你能夠安寧的睡覺 所以其實它可以 刮好起來 養好的睡 因為有的人就是回來 功課太多了以後 啊啊啊啊啊啊 一個晚上就睡不著覺了 對不對 所以 把煩惱拋掉 想辦法 你要建立起自己一套 要緩和你情緒的方法 所以我剛剛就講了 你們到了這個年齡 如果我剛剛這樣一講 你們在想 我真的要在像年輕的時候 這樣跟外面給你拼搏 第四點就是健康的方法 其實這一個地方講的是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給你那個十五秒 那其實要講的是說肥胖 肥胖使你都反應不了 然後肥胖 問題是在他後面 為什麼會肥胖的原因 肥胖的原因有兩種 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天生 那沒有 他的基因 他有些人看他的形態就是很大 那個是很困難 那個沒有辦法 它是基因 另外一種就是不良人生的形態 動不動就不動 或者是喜歡吃甜食 或者是怎麼樣 所以第一個要 最終第一個就是要改善了飲食 飲食習慣要改變 所以肥胖呢 它還得到一個數字 獅子是一般人的行為 所以這個健康有另外附帶的一條比較多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常常要年輕人 喔 什麼都能做 全打腳踢都可以做 可是科學家告訴我們 你不要一心多用 你年輕能夠鍛鍊成一心多用 那當然是很好 年紀大了沒有那個問題 不要這樣大 容易焦慮緊張 大腦效力好 還會比較差 所以不要一試多工 這些問題伴隨的 其實就是情緒 年紀大了 你覺得情緒有問題嗎 對不對 有的人覺得 唉唷 子女不回來啦 員工不聽話 唉唷 老闆對我訪科 情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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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部原因當然就是剛講的一個問題 常見的 內在的因素 你可以看到不太精緻性的 就是過去曾經而來 這是其實需要一個心理 心理分析師來幫幫你 過去 舊佛的問題 處理掉了 現代人可能會覺得 喔 過去加醜 不好說 沒有特別是 找了好的心理醫師 慢慢幫你分析 把一個舊結拿掉 就比較不容易的那樣 經常憂鬱症的情緒病 這個我們再找個機會 情緒病其實是 有跟隱石有關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理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心理跟社會上的這些問題 所以在西方的心理學 在過去 我常常講西方心理學就是那種惡魔的科學 因為他們經常就分析人的情緒 講的幾乎都是霧面的問題 什麼下意識什麼 講什麼 你如果去看西方心理學早期的那些 佛洛伊德的那些 講到人性的部分 都是很霧面的 一直要到達賴喇嘛 所以我說這個是老天的意思 西藏被中共解放了以後 西藏的那些佛教徒最大的驅逐是印度 第二期是印度 然後達賴喇嘛現在在歐洲美國最常講的就是 兩個就是 人生的目的是快樂 它影響了歐洲心理學的發展跟普遍 正向心理學也是其他一個強的 正向心理學的發展是從1998年開始 他們目的的你看看 跟傳統的歐洲心理學 西方心理學講的很多意外 愉快的人生 美好的人生 有意義的人生 整體的人生 講的就是現實 不是 我們的聖學講的不只是這些要 除了你現實這些要 還有天人也不一樣 跟你的主心也要好 跟你的環境也要好 跟你的生活周遭一切都要好 對不對 所以正向心理學 非常重要的一個 你要維持 每一天你要想到的都是 怎麼樣維持我快樂的心情 能夠丟掉的就丟掉 不舒服的東西就丟掉 這個是講的 剛剛講的是知識 另外一個 如果你覺得自己轉換在怎麼樣 我就告訴你 正確的宗教信仰 你要有一個宗教信仰 你要有一個宗教信仰 不管你是基督教 天主教 或是你是傳統的 你要有一個宗教信仰 為什麼 當你自己調理不好自己的情緒 怎麼都搞不定的時候 交給一個高高在上的生命 他要是這麼樣子的愛你 包容你 一切都幫你照顧好 你還有什麼好幫你 對不對 這一部分 做得到做不到 我告訴你做得到 當你氣來了 開始靈通了以後 你就會發個 就是這麼簡單 在那麼簡單之前 你可以很簡單的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宗教信仰 除非你自己 非常堅實 我有我的邏輯 我會建議你去找一個 跟你相應的宗教 互動 但是 條件是 解決的 所以你看 基督教裡面 他可以怎麼樣講 即使無花果樹 有解決 葡萄樹 也沒有葡萄 橄欖樹 不解橄欖 田地 不殘無骨 陽群死光 牛盆沒牛 我仍然因上族喜愛 他認為 這一些是因為 上族喜愛 因上帝 我救你 一切 這些都是因為上帝 要我承受 自己我會去承受 他自有道理 意思就是這樣 這不是基督教吧 他發古書 這個是 天主教 天主教 所以 我們可以回頭看 講人的立場 那麼你再有一個宗教立場以後 我們再慢慢的 從人的立場來看這個世界 因為我個人認為 不管上帝存不存在 我們跟上帝很遠 我們跟上帝很遠 我舉個很簡單的意思 我們都知道現在地球非常大 邊界如果用人現在能夠用的速度 要一百億光年才會到邊界 一百億光年 人現在的力量 人現在的力量 也是這樣 那上帝創造 如果上帝存在創造一個宗教 他要看你是眼上來 你要看到 沒有他的恩主 你是絕對看不到 這人也不是 上帝不能源 因此有一個叫做自然神派 上帝是哪 上帝製造的宇宙 所有的綠寶都在裡面 他不管 你們能連最基本 我創造的世界的綠寶 你都搞得懂 你再招待 你要就是要努力的把這個社會 把這個世界弄清楚 所以我的立場就很簡單 我是一個科學家 從人的立場出發 從人能夠做到的方法出發 那人不是一個人 不是我 不是你 是從我們祖先 我們的知識 是從我們的祖先 一直累積起來 它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所以人不是一個人 是一群人 是我們祖先累積到現在 我們怎麼可以忘記我們的祖先 我們怎麼能夠看不到那個人 我們現在看不到一個生命 所以我們人應該盡力努力的 我想從人的立場來看這個世界 謝謝 謝謝 谢谢